这一岁香老人会22号举办了 110年新春团伴 还有民俗歌唱才艺邀请赛的联谊活动 县长徐中卫特别到场和长辈们同乐 也发送了新春钱母卡 祝福大家在2021年福祿受洗财 五福临门 希望大家事业顺利健康安泰 徐中卫手拿麦克风与一旁女长辈 唱吉他语歌场面温馨热闹 这是瑞瑞老人会举办的110年新春团伴 以及民俗歌唱才艺邀请赛等联谊活动 现场徐中卫特别来到瑞瑞发送新春节目卡 祝福大家在崭新的2021年 福祿受洗财 五福临门 那我跟大家分享有一些据点的做法 其实是很好的 一个因为据点很多都是12345 每一个礼拜五天至少都三天 那它的课程里面呢 就有一些是可以做成成品 然后在活动的时候可以贩售 贩售以后回到 就像如果是绿色照顾站 就可以回到绿色照顾站 我们就可以添购一些设备 或者我们课程的教材 或者是我们可以在 让我们的餐 这个用餐的这个品质更好 更丰盛 是可以做这样子的延续性的 产生一些经济的效益 让我们在这个去上课的时候 还可以这个让我们的这个照顾在 这个经济上更丰富 县府致力将花莲打造适合银法族安养的乐园 推动多项的社会福利政策 包含了免费乘车爱心卡 三节发送油米等等生活物资 设置13乡镇市 妇女温暖关怀据点等等 以及老人免费乘车服务 鼓励长者以及身心障碍者走出户外 迎向阳光 记者高雙雙瑞穗采访报道